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又在种多肉咯 嗯 对 这是什么 杂交的 辣牡丹杂交 看不像一个美妻 像一坨屎 能不能好好说话 这个人 辣牡丹河那种 冬云系 杂交了 我现在的多肉我都不能死 怎么样 新杂交出来 在这个盆里可以吗 还行啊 可以可以 放这边 让我新进的这些 这些都是新买的 嗯 状态都很好 看这个它的特点就是 以女心和特异脸杂交 一看就能看出来 这个不知道 这个什么颈 带颈的 这个小的也是啊 状态不好 这个 然后这颗好像是白月影啊 这个就刚中的那颗 这种也是 这一看就是笼月和什么杂交 现在杂 杂的很多很多 都是新品种啊 然后给大家看看这颗 这颗就是我当时救回来 拯救回来的 是吧 我说敬业要群伸多头 很难得的吧 这个打开以后就两个 它已经烂了 它是烂了以后 脱离开来的 这种的要剪 这些需要剪 那这个发黑的地方 其实已经开始溃烂了 真的吗 那你看这些上面 你看 你看 你就剪下去 黑的剪 再剪 嗯 嗯 然后没用的 再剪 还要再剪 嗯 都快没了 这里好一点 而且还没用 这里 这里还没用 半熟了 跟熟了一样 看到吗 这里呢 这里基本有用 那就放着链子 还得剪一刀 还是红红的 再剪没了 掰掉叶子 再剪一刀 那几片叶子 早晚都得红掉 熟的下水感觉 嗯 这个 嗯 这样可以吧 这个都已经烂上去了 所以净叶很容易完蛋 但是已经已经干净 对啊 就已经已经水嫩 嗯 可以 那这样子就不能马上做了 你得这个伤口朝上 就晾着 硬凉通风 晾干了再重 净叶 净叶一个整装 然后烂掉了 买来就不太好 现在就挺挺于力都火了 然后这个 这个香槟 当时我拍的时候 我说这个刚种的 看它漂亮买的 但是我一看这个状态 是我太太看它漂亮买 但是我看着我就担心这个是 就是什么药水熏蒸过的 夹井 然后看它中间那个绿色的形子是活的 好的健康的 外围的都是不健康的啊 会慢慢慢慢代谢掉 那这种香槟真的就是 等于说就做假了 买的时候很漂亮 一般 一般人就会种死的 这个很难种的 回来 我就是靠着遮阳 然后透气透水 然后呢 就摆在这里淋雨 淋雨不怕 要淋雨 淋雨那个长得快啊 淋雨是有前提的 在现在这个温度环境下 淋雨 长得特别好 夏天淋雨 这样子 成苗没事啊 那种没长根的 不健康的 夏天淋雨 那是很容易烂掉的 看一下这些 刚才里面的光线不好 现在呢 是外面光线好一点 拍起来真漂亮 今年买了几个白月影啊 那种普通月影和白月影比 深的 我觉得我这个普通月影 已经痒的状态很棒 但是看到那个白月影 还是差了那一点啊 那这个就是白月影啊 那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 香槟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已经出状态 然后我的那个虎金烂了 拯救过来的 就是一个大虎金的装置 分出来的 这四个都是分出来的 也是下雨天 比较寒冷的下雨天 看这个尖尖 饱满起来了 活了也是 虎金就是属于 黄乌木的坠化 这么认真 胆子大点 剪就是了 工具齐全啊 剪来这 双针 皮膚 垫 垫下面 这个洞 配土 配土你配好了 嗯 其实 说一下配土 这个配土就是 嗯 50的 这个火山盐 再加25的 泥炭 再加25的肥土 啊 对配土 但是我 相当于是机制和石头 一比一 对 加州可以啊 雨多的地方 还要石头增加啊 台湾种的话 石头比例 增加到80% 然后夏天遮阳 冬天不用怕 啊 这些经验 都是我们以前 在杭州的经验 杭州是 夏天要遮阳 冬天又怕冷 因为冷的时候 杭州也有零下个7度 -6这样 多楼吃不晓 所以 包邮区嘛 江浙户包邮区 淘宝包邮区 就号称多楼的地域啊 你多楼地域 中国话的人 在加州就真的 种多楼就太轻松了 然后我反而觉得像台湾 这种地方种多楼 也是轻松的 因为冬天不用担心 冬天就放在 室外 路养 淋雨 哪怕有点下雪 都不要怕的 台北会偶尔会下雪啊 台北会偶尔会下雪啊 这个圆滚滚的啊 也是个什么东西 杂交吗 嗯 好像是 还是那个糖果美人 有什么叫 有间间吗 有间间 美人小间间 嗯 我想让你看一下 这个你种都种好了 但是 拔出来 种的时候就是有点 底下 这个地方 这些 这个地方 这里面 这个地方 我看这 是不是有问题啊 有点萎缩的感觉 啊 然后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 要紧吗 活的 没事的是吧 活的 嗯 我也要很仔细才能看 看起来怕那个 有一点是 不太好 这个地方你剪一刀 嗯 这里是吧 对 这些死根 剪一下 对 看看有没有新鲜的伤口 先剪一下 你剪过以后 反而容易刺激它长新的毛细根 它会在新的伤口处长 知道吧 嗯 不剪反倒它那些老的那种 还行吗 长不出新根来 啊 那我放回去 可以的 好的 嗯 特意买了个多漏土啊 这个多漏土 大家不要直接用唇的啊 看过了 非常不好 种东西很 你这种土拿来种多漏啊 直接就种唇的 拿来种 很很容易烂掉的多漏啊 很肥 有点臭味 它也有一点点这种石头 是吧 嗯 一点点不多 嗯 石头比例还不够 它有点石头拌进去 就号称多漏土了 但实际上它主要还是堆肥 因为在美国就是普通这种肥土便宜 石头贵 但是呢 等于说它药领有点知道 但是呢 加的太少 比例不够 比例不够 所以你用它的那个为基础 当肥土和 25的肥土 25的泥炭 或者叶康都可以啊 嗯 然后再剩下50%的火山野 火山野 对 这个比例 大家就一定要知道 这个也要不要剪掉 这个头 剪一多看看 都死的 不要动它了 嗯 多漏土一定要透水性好嘛 就颗粒增加就是增加透水性 然后它的根在这种石头中缝隙当中长 它也符合它的天性 啊 哇 这个很容易黑斧的 这个有那种基连和静叶杂交的感觉 那一看就是容易黑斧 尽量盆用透气一点 嗯 所以这个盆可以啊 就大了一点 你刚才想用这个嘛 嗯 这个可能 这个封右的不行 口又小 小一点 透气一点 没有啊 配土你用那个配土是可以的 因为它真的颗粒多了以后啊 它的复根性又比较差的 嗯 这个品种 嗯 然后它现在是脱水状态 到时候打开了配这个盆也不会觉得特别小 打开了应该还是 它脱水状态 这个活的 你修一下 毛细根稍微修一下 插进去就行 但凡和这种静叶基连 然后冬云月影沾边的 啊 互相杂交的 基本上都是要这样的夏天 不要以为多露是乐带之物 多露很多原生种都是生活在海边的 啊 它不是沙漠里的 啊 放这里吧 而这一批都是美国多了 就是普通超市买的 这个美国就是又笨又胖又肥又绿啊 但是不要紧 不要给它营养过剩了 这样子控养 按那个配土去控养 状态会好起来的 会变成那种 Q弹的感觉出来的 慢慢慢慢痒的 也会像这些多露一样的 这些多露是还有点脱水 刚种了 这可爱玫瑰 我那个时候中多露 追多露的时候 那时候好贵啊 一个单头 没舍得买 现在已经变成普货了 那时候一个单头 是不是要一千多啊 八百一千人民币的 就是韩国直播的 哎呀 没中了啊 你这杆子长 你就把它埋下去一点 多一点 我挖个洞啊 OK 没舍得挖很 嗯 这种多露就没什么好吹的 它来的时候状态就好 多露是不能自己海运的 多露是要通过检疫的啊 加州是农业轴 不能自己随便寄的 对 正规苗布买 那苗布也是 有没有检疫过 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去苗布买就行 一般它有制造的都不会做那个 好像现在多肉苗布多起来了 华人开的 华人开的 北加很多 洛杉矶北加都有啊 对 对 我想把这个做成一个整个 啊 拼在一起 拼盘算了 啊 没有盆的 可以吗 嗯 省点盆 对 好的 跟自己会长下去 扎下去 这小小根要不要给它剪一下 不用剪 小小根本来就火了 好 没事的 下雨是好的 你下雨 种下去了 覆盆非常快 就是要这种又相对寒冷又下雨 嗯 但是不淋下啊 就0度左右下雨 就放在室外 非常快的 扶盆 长根 嗯 而且成活率几乎百分之百 嗯 如果不敢淋雨 拿到室内 反倒成活率下降啊 嗯 如果室内还开了暖空调 那基本上必死 啊 反正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放着就行了 嗯 阴凉是这样子 完全遮阴不行啊 这样散射光 所以你看我这个堕落架子都是透光的 嗯 上面这个架子呢 也是透水的 下雨是透水的 不是直接风死的那种 而这个就是特育莲醉化 这个还是烘铁泡买的 也是烂掉了 然后分出来 分出来好多个 这个是其中一个大的 重新种 现在已经 已经活了 浮盆了 醉化就通过一些 激素吧 植物生长调节剂 然后高弹去吹 所以 所以美国苗圃的多漏 很容易有醉化的 看都比较肥大 像这个比较小巧 是因为我种了好多年了 把它收紧了 控养出来 对 对 那个要掉下来 火山也压一点 然后我这个屏风是面向西面啊 也就意味着我这块地方 其实早上阳光是有一点 对 然后到了下午呢 通过这些缝隙又有些阳光会西晒 会射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种多漏 新种的多漏放在这里是最棒的 夏天也是很阴凉通风 特别是正午阳光是绝对遮住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更靠外 阳光会更好一点 那么有一些已经浮盆的 会放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阳光会更好一点 有一些皮色的 很多年的会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凹里面 看也是 也是刚刚种的 这里面也是阳光稍微折挡一下 这个法师井也是自己看头繁殖 是最好 我们去设计我们的地方 是个人吧 我们要去设计呢 好 jumped